马公市立幼儿园依据 幼儿教保及照顾服务实施准则 即幼儿园教保活动课程大纲 首次推出英语融入式教保活动 透过情境下的融入式活动学习 鼓励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英语向下扎根 马公市长黄建宗特地来跟幼儿们一起带动唱 小朋友都很开心地跟着跳动 马公市立幼儿园园长郑淑珍指出 112学年下学期英语畅游游戏活动 系由国立澎湖科技大学专案助理教授 图瑞福 即应用外语系学生助理进行英语融入 旨在透过每月一次的游戏和畅游方式融入教学 增进孩子的团队合作和人际关系 很高兴我们的图老师图教授还有带着他的学生 今年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融入性英语教学 那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次的英语融入性教学 也是之前我们比较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英文能力 我们去年从那个增加了幼幼班 然后我们从推动我们的那个高尔夫球还有足球的运动 然后去年也增加了我们的科学文科 今年我们会增加我们的假日托育 还有我们这个英语融入小学 让我们的幼儿园的学生能有更好的学习的一些机会 马工市长黄建宗表示 目前事半阶段 每星期有马市托三步轮流半一次 未来如果效果良好 家长们也觉得不错 将再增加课数 每次活动30分钟 你叫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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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猴子 我叫你 施工所请来彭科大瑞典籍 图瑞福教授及应用外语系学生 给幼儿们初步的美语概念 给孩子们未来的外语学习打个基础 大家好 那这边呢 马公托一所啊 教小朋友 跟他们家偶像都是蛮好的 那之前有 曾经有教过小朋友吗 之前很久以前 所以我有这个的经验 但是最近有说 教大学生 但是基本上 小朋友比较好 他们比较活泼 那彭科 四年 四年多啊 之前 出台湾 我已经出台湾大概20年了 但是后来就 帮到澎湖去 因为我觉得这边 比较 比较好 澎湖比较好 所以你是美国人 瑞典 黄建宗强调 与国小及国中双语教学不同 在学前阶段 并非培养幼儿流利的外语能力 而是着重在提升幼儿 对英语学习兴趣 愿意接触多元文化 进而开拓幼儿视野 透过这种创新和富有创意的学习方式 期待孩子们能在未来的学习生涯中 拥有更强的文化适应能力和国际视野 记者王海荣报导